老子有两个非常好的学生 真正学到了老子的思想和智慧 一个就是庄子 他主要研究和喜爱的 是老子讲的那个道的境界 一个就是韩非子 他主要喜欢和研究的 是老子的道具体在政治上的运用 所以韩非子也解老和育老 就是解释老子 抵御老子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 大家分享的是韩鹏杰所写的 庄子怎么样读 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 首先得了解一下作者 就是知人 然后我们得了解他的作品 就是知书 然后我们要了解 他这本书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 以知人 闲话少说 我们来读一下庄子的这个著作 要了解他的著作 首先还是老规矩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人 穷 庄子这个人让我来概括 我觉得他的生平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从时间上来判断 庄子生于公元前369年 叙事于公元前286年 这个时间段相当于 楚威王和齐轩王的那个时代 这两个人大家熟 楚威王 芈月的父亲 齐轩王 浩大喜功 烂鱼充树的那个 在这个时代 庄子名声很大 但是生活却很穷困潦倒 所以概括庄子生平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穷 庄子是真穷 这倒不是庄的 中国历史上 有些人喜欢庄穷 你要想把文章写得好 把诗写得好 那你得生活窘迫 得贫困潦倒 大家才觉得 你能把文章写得好 把诗写得好 所以很多人庄穷 庄子是真的 不是庄的 何以置之呢 你看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 要么去做官 不做官 就去教书 没有别的出路了 庄子一开始 也做了一个小公务员 七原理 管理生期了一个小公务员 那个七到不是现在的油漆 就是那个年节纪 后来不干了 所谓当官不自由 自由不当官 不当官之后 他只能教学生去了 庄子好像 学生也不太多 为什么 因为在庄子 这个书里 找他的学生的名字 只找到一个较令 且的 其他的学生 连名字都没有 不像 文语 孔子那些学生 有三千弟子 七十二仙人 里边有大富翁 孔子宫大侠客子路 孔子有两个学生 口才极好 其中一个就是子宫 还有一个就是白天睡觉的 那个宰我 老师遇到什么麻烦 人家口才极家 搞外交 老师也不用多费心 孔子这个老师 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滋润的 庄子不行 官不干了 去教学 学生也没有几个 所以加贫 有一次 接不开锅了 庄子去向 尖和猴带粮 尖和猴是肥缺呀 尖和猴很讨厌庄子 但是不敢得罪他 知识分子不好得罪的 得罪了他 给你老编段子 这受不了 尖和猴就跟庄子说 庄子 我现在粮食也不多了 秋天收获多的时候 多给你点粮 再多给你点钱 行不行 庄子就给他讲故事 庄子是我们文化中 真正的故事大王 讲故事的水平太高了 庄子就给尖和猴讲故事 说我来的时候 不是在车沟里看见小鱼吗 鱼就跟我说 你看 我都快渴死了 弄瓢水疤 救救我 庄子说 一瓢水不顶用 我要么去找狐狸的龙王商量一下 把你弄到狐狸 海里 你在那儿多自由 鱼愤怒地说 等你把他们找到 我早都变成鱼竿了 大家看 他这个事从来不直说 编故事表达自己的这个意思 既然都揭不开锅解凉了 当然这个穷就无可置疑了 另外一个事情也很能证明他穷的这个事 庄子见魏王 依大布而补之 穿着一个大长袍 上面都打着补丁 穷成这个样子 魏王就说 庄子 你好穷困潦倒 庄子说不不不 我穷是穷 但是我不潦倒 穷是生活状态 而潦倒是精神状态 我精神状态很好 我就像那个猿猴 只是落在灌木丛中 无法闪斩藤罗 有机会让我回到大森林里边 你看看我的本事 所以我们说 庄子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穷 庄子生平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傲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像奸和猴带梁 不就体现了他这种傲吗 人不能有傲气 但是不可以没有傲骨 所以在咱们文化中有这样一脉 以庄子 陶渊明 李白 苏东坡为代表 叫什么 不肯弯腰催眉 是权贵 自己高兴就好 所以这是我们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脉 那大家要追溯源头 都追到庄子呢 陶渊明不是说吗 庄子是我的老师 哦你得有资本 庄子傲的资本是什么呢 一个是庄子的出身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如果他不是贵族家庭 受过良好的教育 怎么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来 庄子是楚国的贵族出身 只不过楚国发生了变故 后来他逃到宋的那个地方 所以在他文章里 我们经常能看到大鹏往南飞 回到自己故乡 表达眺望自己故乡的那种情感 另外一个傲的资本是什么呢 文章写得好 先秦的这些先秦珠子里边 谁的文章写得最好呢 两个人 庄子和孟子 庄文如海 像大海一样汪洋自似 气象万千 孟文如潮 孟子喜欢用排比句 像潮水一样 文章有气势 但鲁迅先生 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他说 庄子的文章相比起来还是更好 叫晚舟诸子莫能先也 文一多先生怎么说 他说 你读庄子的文章 你根本就不知道 哪是思想之美 哪是文字之美 把思想和文字结合得这要巧妙的 肯定是前无古人 庄子之前没有 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 好 这是我们说庄子的特点 第一个是穷 第二个是傲 然后说到傲的资本 一个是他的出身 一个就是他的知识 渊博 文章也写得好 博 史记里边怎么评价庄子 史记里边有老子韩非列传 排在列传的第三位 这里边有二百多字 记载了庄子的生平 史记里边评价庄子 叫庄子奇学无所不亏 说庄子的学问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 然其要本归于老子 所以庄子为什么算到家人物 他讲到的部分 最高的理论的归宿 还是他的老师老子 庄子是老子的私书弟子 大家注意 现在很多人这个词用的不对 私书弟子是没有见过面帝 庄子比老子都晚了将近二百年了 没见过面 但是他是继承了人家的思想 所以这个叫私书弟子 达官 所以我们说 庄子这个人的生平特点有穷 傲 薄 还有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达官 大家为什么喜欢读庄子 因为我们不喜欢谈死 孔子也不喜欢谈死 为之生 焉之死 老子也不大喜欢谈死 其实在《道德经》里面 出现死的地方 也不过只有三四处 庄子不一样 庄子这人直面生死 庄子是中国文化中 第一个直面生死的哲学家 他认为 死亡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没什么可怕的 面对死亡应该淡定 从容 所以看庄子的文章 应该特别注意庄子的生死观 那是我们文化中 很宝贵的一个部分 因为不了解死亡 也不会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人生 所以孔子讲 为之生 焉之死 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讲 为之死也焉之生 不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生命中有机的一部分不了解 那这个部分也不能很好地研究透彻 二 直书 这是我们说先之人 然后我们来直书 庄子的文章原来有十万多字 现在只剩下六万多字 很多都遗失掉了 后人把庄子的六万多字 分成了33篇哲学论文 分为内篇 外篇 和杂篇 三类 内篇 大家公认是庄子本人写的 有七篇文章 一会儿我们重点说一下这个 内篇 外篇 有15篇文章 被认为是庄子和学生一起写的 老师指导学生 大概思想也是跟庄子的差不多 还有一部分是杂篇有11篇文章 这里边有些文章恐怕是后学写的 还有的认为是伪造的 即便有些文章被认为是后人伪造的 但是也很有趣 其实我读庄子的时候 杂篇里有两篇文章我倒非常喜欢 一个是杂篇里边的道直这篇文章 道直讲谁 讲一个强盗叫留下直 造反了 然后孔子就发怒了 孔子说造什么反 我去劝劝他 结果到那儿被柳下直一通训斥 最后弄得孔子到哑口无言了 中国历史上 写孔子各种各样狼狈的场景都有 但是都是颠沛碧于是那一种 虽然颠沛流离 还依然保持着贤歌不错的那种气质 但是这个道直不一样 道直里边柳下直就训孔子说 孔子你这人就是摇唇骨舌 搬弄是非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用了很多语言 当然这是庄子的很多后人界庄子之名 来表达自己对儒家的不满 我们就当看个热闹 还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贱 这个写得有趣 被认为是后来纵横家的文章也塞到 庄子这儿来了 我们借这个也说一下 庄子当年名气有多大 好多人写文章自己都冒庄子之名 说贱 讲了一个什么事呢 说赵王不理朝政 喜欢贱客 天天让手下的贱客在那比武 啥事都不管 死伤了好多人 太子害怕了 就说找谁来劝劝赵王呢 大家公推 庄子可以 庄子来了 给赵王讲了一个什么事呢 说剑有三种 一种是天子之剑 有四海之胸怀 一种是诸侯之剑 有远大的抱负 第三种就是庶人之剑 庶人之剑怎么样呢 整天瞪着眼睛 穿着袍服 拿着剑乱砍乱披 他说这都不入流 赵王听了之后说 我天天不就是跟那些庶人之剑打交道吗 然后不理这些人了 庄子劝导成功 这个文章大家认为 确实不像庄子的那个道家之风 但是很有趣 那篇 那篇七篇文章 外篇十五篇文章 杂篇十一篇文章 架起来三十三篇 怎么读庄子呢 旧药之书 白居易有一句话说得好 叫尤贤庄子多词句 写的话太多了 只读逍逍遥六七篇 就只读那篇 当然不能只读了 说的是 大家把这个当作重点 所以就给大家先说一下 那篇这七篇文章怎么读 我先说 那篇七篇文章的排序 原来那篇文章的七篇的排序 是这样的 逍遥游 讲大鹏和鹏尖鹊的故事 奇物论 讲庄子梦蝶的故事 养生主 讲刨丁解牛游刃有鱼的故事 人间是 讲有些人在生活中 遇到那么多的危险 怎么样保护自己的事 德冲福 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有的肩膀比脑袋高 有的背上长个大牛子等等 但是他们精神世界很充实 完满 所以庄子认为 他们都不是残缺 有的人外表健康 但是精神残缺 那些人才是不全的 大宗师 大就是伟大 宗就是宗主 师就是老师 谁能作为大宗师呢 当然只有道了 英帝王 应该怎么样做领导 做帝王呢 所以这篇文章里讲的 就是混沌的故事 混沌被南北二帝 凿出蹊跷之后 给凿死了 好 这是内七篇 我们现在很多讲 庄子的人 慢慢发现一件事 这是古人的排序 我们现在要讲 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 把这个内七篇读好呢 内篇一 人间事 首先 把人间事 放在最前面 为什么 星期即将 江头卫士风波厄 别有人间行不难 庄子 人间事 里面也讲 他所生活那个时代 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方金之事 谨免行焉 你不被刑罚 已经不错了 大家生活着 整天面临着 那么多的痛苦和危险 先把这个摆在前边 人世间生活太不易了 所以 把这个放在第一篇 人间事 讲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事呢 庄子 喜欢拿孔子说事 在庄子文章里 孔子出现的次数 比老子多得多 有一天 孔子看见他的学生 颜渊气哼哼地 从眼前经过 孔子就把他叫住了 说你干嘛去 颜渊就说 魏林宫太不像话了 把国家弄得这么乱 草菅人命 我要去劝他 我要去指责他 孔子说你歇了吧 你这个矛头小伙子 德行也不够 名气也不够 你到魏林宫那儿 不是找死吗 你要想真的能够帮助人 包括批评指责 你得先存及 保护好自己 到了那个水瓶的时候 你再去 否则你不是白送命吗 他说 比如说 你跟魏林宫辩论 魏林宫在那儿听 抓到你一个漏洞 质问你 你怎么办 你就得仓皇地去回答吧 万一什么话冒犯他了 那不是把命都丢了吗 所以人家是讲了好几个这样的故事 比如说有的去给太子做老师 有的要出事到国外 那个时候的诸侯国 对他们来说属于国外 一句话说不对 一个是做不对 可能都是躺笔当车 躺笔当车的典故 就出自人间事这篇文章 所以 人间事应该放在前面 生容易 活容易 生活太不容易 人间事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人世间 充满了种种不确定的坎坷与危险 所以应该放前面 既然人间是如此危险 那应该怎么办呢 下边这些文章 庄子开始给我们出主意 怎么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中 生活得更加快乐一点 反正我们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那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所以庄子就想我们怎么样跟自然讲和 跟社会讲和 跟我们自己讲和 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我们就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所以下边这些文章就主要讲这些内容 那篇二 奇物论 第二篇奇物论 告诉大家两个重要的思维方式 一个就是奇物 一个就是奇论 大家看一下标题就清楚 你不要把它们三个合到一块 它是讲的奇物奇论 什么叫奇物呢 就是万物平等 我非常喜欢外篇 秋水篇里边的这一段话 以道观物物无贵贱 其实从道的角度来看 万事万物没有什么贵贱之分 大家反正都是由道来的 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个世界其实就像一个大家庭 陕西有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 叫张哉 他有一篇文章叫西明 他里边就讲 乾坤也就是天地 是我们大家的父母 国家的主要领导者 不过就是长兄 还有那些穷困潦倒的人 观寡孤独的人 那都是咱们的兄弟姐妹 民 无同胞 大家都是同胞 物 无与也 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 这个思想 绝对不来自儒家思想 而是来自庄子的思想 他也是儒门中很重要的人物 张哉 张哉后 我们观学的创始人 这个道理就是庄子这段 秋水偏讲的 以道观物物无贵贱 从道的角度来看 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 这就叫奇物 所以庄子奇物论 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 就是平等 庄子被称为 我们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反义化的哲学家 大家都是平等的 凭什么 你就老去蔑视别人 你出身高贵 你钱多 你官大 你就去蔑视别人 所以我们说 奇物论 首先是奇物 万物平等 大家有没有琢磨过一件事 我们经常讲庄子梦蝶这个事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只有庄子一个人想得到 到底是我梦见蝴蝶了 还是蝴蝶梦见我了 我们从来不会这样想 蝴蝶梦见我 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太低了 所以从道的角度来看 物无归贱 以物观之 自贵而相见 大家从自己的角度来讲 都觉得自己高贵 别的物种低贱 我们人类最高贵 我吃这个吃那个 有什么不可以的 不可以 其实站在他们的角度 觉得我们人才是一种奇怪的存在 以俗观之 贵贱不在即 从世俗的角度来观察 贵贱就根本不在于我们自身了 都是靠别人评价 所以庄子说 我管你什么别人的评价 我自己觉得很开心 哪怕我在泥塘里打滚 我觉得挺开心 快乐的就可以了 奇物论 奇论是啥意思呢 我觉得庄子在奇物论 开头讲风的时太杰出了 负吹万不同 而使其自己也 嫌弃自取 怒者其谁些 这里面那个词叫吹万不同 我们大家看一下 吹万不同 风吹各种东西 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 可它都是风啊 本质上不都是一样的吗 但是嫌弃自取 最后都靠你自己了 你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奇物 让风吹出这样的声音 若水三千 只取一瓢饮 你自己要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怒者其谁也 怒就是发动 发动者还有谁呢 那最后不都是自己吗 风也是自己 没有什么神 上帝发动 我们也一样 他说 你看这个风是不是同一个风 只不过吹在不同的东西里面 发出的声音不一样 吹到杯子里是一个声音 吹到了高楼 就是高楼多杯风 然后吹到笛子里是一个声音 可是本质上都是风 大家各种各样的论点 互相争论 你对我 我对你 这本质上不都是一样的吗 你要老去在这个 上跟别人争是非 用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有一种冷教妈妈 觉得我冷 老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这就不行了 所以庄子 奇物论 观点里最杰出的是什么呢 宽容 你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为什么 因为大家站的角度不一样 还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你凭什么用一个固定的标准 来衡量所有的事情 大家看这一段 物无非比 物无非是 自比则不见 自知则知知 事情都有彼此 你站在那边是看不到这边的 你站在这边 只能看到自己的 大家角度不同 我在桌上写个六 你看就是个九 咱俩就在这争 角度不换 争一辈子也不会确定结论 所以你得宽容 别人站的角度不一样 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 还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大家看这一段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 事情它都是变化不定的 你不能强行用一个标准 来衡量所有的事情 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 你不信的话 现在就说一句话 今天天气好不好 今天天气很好 那是你的看法 正确地表达应该是 我认为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把我认为去掉了 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吗 我们都形成习惯了 这一下就麻烦了 都拿自己的标准衡量 把自己的对错的标准强加给别人 这不是引起了一些是是非非的争议吗 我觉得奇物论 这俩观点讲得太漂亮了 奇物 奇论 奇物背后的观点是平等 奇论背后的观点是宽容 这是奇物论庄子最难读的文章之一 那篇三 养生主 第三篇大家数 叫养生主 主就是宗旨 道家讲养生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要了解事物的规律 养生主里最重要的一个故事 就是 刨丁解牛 刨丁解牛 怎么讲养生的 很多人都没注意到 就是刨丁手中那把刀 十九年都跟新的一样 他凭什么跟新的一样 他不砍骨头 他也不是在那金多的地方硬割 他是顺着那个金多游刃有余 你看 刨丁本来是一个在众人眼里比较低贱的职业 他是一个教定的厨师 不过是给文惠君表演解牛的行为艺术 他目无全牛 游刃有余 十九年了 刀像心魔的一样 文惠君说 你这也太厉害了 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然后丁就给他讲 说你看很多厨师 他那个刀一个月就得换 因为他老天天在那乱砍 遇到骨头就砍坏了 有的一年一换 因为他是静歌那个金络纠结的地方 他说 我这把刀已无后入有鉴 我的刀就那么薄 牛的骨肉中间的缝隙很大 我的刀就可以在那游刃有余 这个太漂亮了 这个讲养生不单是抚养生药 天天大补之类的 而是得了解事物的规律和规则 所以养生的宗旨在游刃有余 在顺服这个规律 刀钉解牛 讲的最关键的一个道理叫什么呢 叫寂静呼道 大家做的工作其实都属于技术的层面 但是大家得喜欢这个工作 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快乐 非常自如 别人看着也高兴 你的技术就已经进入了道的境界 所以你看 喝茶有茶道 养花有花道 练舞有舞道 琴有琴道 琴有祈祷 等等 小的技巧 最后进入了大的境界 所以72行 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 做哪一行都可以游数 进入道道的层面 好 养生主 游刃有余 这是第三篇 内天寺得冲服 我们现在把原来的第五篇得冲服 移到第四篇的位置 因为我们要把逍遥游放在最后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经常喜欢开玩笑 叫人家瘸子 瞎子 后来觉得自己太卑劣了 因为在庄子的这篇文章里边 讲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类人 可是庄子认为 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完满的 他们的内在的潜质是丰富的 所以他根本不用这个方式来称呼他们 我们把他们叫做机人 在德冲服里边 德就是精神 冲就是充实 福就是福和大道 一个人精神世界充实 福和大道了 这样的人就是全的 完满的 而有的人外表很健康 可能正好走到了另一面 德冲服里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郑国的大富资产 去向博婚无人学习 然后看见一位同学脚没了 那个人叫生徒家 他就跟那个同学讲 下课的时候要么你早点走 我晚点走 要么你晚点走 我早走 你不能跟我同行 你这个瘦了形的人 好意思跟我郑国大夫子产作同学吗 然后生徒家就给他讲 说你看 我跟老师在一块十九年了 老师从来都没有把我当作一个瘦了形的残疾之人 现在咱俩是同学 你竟然不从内在的角度里边来衡量我的品质 而老师从外在的方面来衡量 叫什么 你不所于内而所于外 你好意思吗 这就是你郑国大夫子产的水平吗 子产说 好 你不要讲了 他受到了教育 在庄子的文章里 这类人很多 比如说王台 肩膀比脑袋高 还有的背上长个大牛子等等 但是大家跟这些人交往的时候 都时需而往 时而归 去的时候 好像很多知识很欠缺 跟他们交往的时候 就感觉到有很多的收获 渐渐的就忘记了 他们外表的这种所谓的残缺 那篇五 大宗师 那现在的第五篇是什么呢 就是大宗师 大宗师讲得太深刻了 一个是大宗师 这个标题 伟大 宗主 老师 这指的当然是道 那怎么来讲这个道呢 要讲这个道 一个是借助他的老师老子 借助老子 主要讲什么呢 讲我们人生 从不愿提及的一件事 就是死的这件事 所以 大宗师里边很多讲的 就是关于我们怎么样 对待死亡的事 我们来看一下 富大快在我已行 老我已生 义我已老 稀我已死 活着 你就快乐地劳作 反正大家谁也避免不了死 那你就把它当作一种真正的修计 善无生者 乃所以善无死也 这个讲的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生活于天地之间 活着 快乐地劳作 死亡可怕不可怕 不可怕 那是我们生命必然的一部分 死了就把它当作一种修计 所以你活着的时候 活得很好 面临死亡的时候 也要把它处理得很好 别那么恐慌 淡定从容 活着的时候 懂得失忆的齐居 面临死亡的时候 也能够失忆 从容的对待 这个态度 真的是蛮高的一种境界 不得了 所以我觉得 大宗师里边讲到生死观的时候 讲得非常有趣 那篇六 英帝王 英帝王讲的什么呢 因为到家讲 做帝王 做领导应该无为 到家讲的无为 是不妄为 不要瞎折腾 不妄为 不多为 有所不为 为了以后不去争名夺利 叫利而不争 这是人家道家无为的做法 所以他创造了一个 道家崇拜的形象 叫混沌 中央之地约混沌 南方一个地 输 北方一个地 呼 两个人就觉得 中央之地对咱很好 说咱们报答一下 说你看这混沌 有没有蹊跷 咱俩七天 一天凿一翘 报答一下 结果蹊跷凿成了 就把他给凿死了 就是这蹊跷凌厉 太聪明 反而适得其反 道家借助 英帝王 讲无为的道理 那篇七 逍遥游 开头 人间事 讲人生之艰难 中间讲奇物 奇论 游刃有余 咱们对待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观寡孤独之人 然后你才能达到最后道家最强调的三个字 就叫逍遥游 这是庄子写的最漂亮的一篇文章 它的影响太大了 大家看这个逍遥游 先要看这个游字 我们这个游原来是走之旁 因为你去旅游 那不一定游水 但什么时候这个游字有意无意变成一个三点水了 就是因为庄子里边讲游事 他这个游里边蕴含着逍遥与自由 理解逍遥游 关键还在这个字上 那他用什么来讲这个游呢 庄子最喜欢干嘛 钓鱼浮水 天天在那钓鱼 楚威王派两个人请他做过相 他也在那钓鱼 持干不顾 根本都不理他们 庄子喜欢钓鱼 喜欢什么呢 喜欢看鱼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游动 有一篇文章 或者说一个说法 大家都数 叫紫飞鱼 出自庄子的秋水篇 有一次 庄子和惠子在区边散步 庄子就说 你看这鱼 依然出游 多快乐 惠子马上就抓到他的逻辑漏洞 就问他 紫飞鱼 安之鱼之乐 你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 庄子就说 他不是我 他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鱼是快乐的 惠子说停停停 是庄子先说 他知道鱼是快乐的 先别管我 他先说说 他怎么知道的 这回的庄子 被逼到死胡同了 因为从逻辑上说 惠子的这个观点 一点都没错 我们没有人能了解 别人的精神世界 所以天天在那喊谁懂我 你自己都不懂自己 老让别人懂你 多难得是 所以我们没办法知道 鱼到底是不是快乐的 也许底下有个什么大鱼追他 吓得直跑 但是庄子在他的文章里 永远是获胜一方 庄子就跟这个惠子对付 说请寻其本 惠子你过来过来 你问我安之鱼之乐 安不是有两个意思吗 一个是怎么 一个是在哪里 你不是问我安之鱼之乐吗 那不是已经知道 我是知道鱼是快乐的吗 我不就是站在水边就知道了吗 在北海公园有一个景点 就叫豪蒲剑 这不是来自紫飞鱼吗 蒲就是蒲水 庄子钓鱼蒲水 庄子喜欢鱼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游动 为什么 因为水多了 鱼就忘了水了 水少的时候 你天天地想着水 别干死 但水多了就忘了 这叫什么 叫相忘于江湖 水多了 在大江大湖里 鱼从来感觉不到水的缺乏 水少的时候 要相如一墨 互相吐吐沫 湿润对方 相如一墨 不如相忘于江湖 予以相忘于江湖 人呢 相忘于倒数 你学到学多了 就让自己看问题的高度更高 深度更深 广度更广 这方面 多了就像雨水多了一样 它就不成为你的限制了 第一个游 鱼在水中游 第二个是什么呢 大鹏 大鹏在九万里之上游 庄子 逍遥游 开篇这一段 北鸣有鱼 其鸣为鲲 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 其鸣为鹏 是鸟也 海运则将起于南鸣 海运就是海上长潮了 它往南飞 大家注意这段话 庄子本来并没有认为 大鹏代表绝对逍遥 但是他有意无意写出这样一件事 大鹏要想飞起来 那大鹏太大了 鹏之背都不知道几千里 它想飞起来 首先得有风来 海运就是等风来 但是如果这风来了 风要不够 或者来了你不肯飞 你也没有后边的自由 所以第二个是要乘风起 第三个就是飞到九万里之上 逍遥游 大家看 背负青天 而莫之妖恶者 这大鹏飞到了九万里之上 背负青天 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它了 告诉大家什么 你天天在水平面底下 自由什么呢 你说我要好心态 你到了那个时间段 都没有浮出水平面 怎么能有良好的心态 老自己欺骗自己吗 等风来 乘风起 逍遥游 大鹏之涌 所以会怎么样呢 水积三千里 团扶摇尔 上折九万里 这个三千里和九万里 成为我们非常喜欢的 一种文化的形象 所以礼白有大鹏一日 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我们生活于这个世界之间 得有智慧 避免很多不必要的 无谓的冲突 因为我们人生的时间是有限的 大家算一下 我们这一生到底有多长时间呢 人生七十古来少 其实人活到七十岁 已经就不错了 又十年娇小 十年去掉 又十年昏老 这十年也去掉 还剩五十年 又一半被水磨分了 剩下一半时间睡觉了 就剩下二三十年了 你说二三十年 我们就这么有限的能做事的时间 你天天跟那些无谓的人 不必要的是去纠缠 有意义吗 合理吗 所以要懂得像那把刀一样 很多是能够游刃有余 不让自己受砍骨头 割经过的伤害 这才是道家给我们出的这些主意 外片 当然除了内七篇 外片 也有几篇文章也非常棒 也趁机给大家说一下 非常有趣 虎伟春兵真学问 马蹄秋水庙文章 虎伟春兵 吕虎伟 你要小心 要不然被老虎吃了 走在春天的冰上 要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这是真学问 告诉大家小心谨慎 马蹄秋水庙文章 指的是马蹄篇和秋水篇 也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 外片里边的两篇大文章 外片一 马蹄 古人有时候文章没有名字 也用开头的字来代替 比如说开头两个字 可是大家看一下 马蹄篇的原文是什么 这两个字完全不应该合到一块的 但是古人还是照着这个方式 庄子对马的观察太细腻了 他说 马蹄可以塌双雪 毛可以遇风寒 马跟蹄两个字本来是分着的 它合到一块了 叫马蹄篇 大家以为还是讲马蹄字的 不是 他在讲马 这个马是自由自在的 后来遇到一种什么人呢 叫伯勒 伯勒说我会像马 然后把马弄来 烧它 冒它 打它 训它 一多半给折腾死了 然后庄子就说 现在很多的人管理天下 不就是这样吗 本来自由自在的马 现在都被寻成这个样子 还说自己善于制马 他说 现在很多人管理天下 就像伯勒制这些马一样 完全是一种虐待 你看 这个 马蹄篇就这么短 但是他讲的道理非常有趣 他先是以伯勒为例 以马为例 说你看这个马多可爱 高兴的时候就脖子蹭脖子 不高兴的时候就 折子对折子 那是自由自在的马 外篇二 秋水 秋水 篇 大家很熟悉 因为中学都学过 开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秋天雨谁很多 洪水就来了 何伯看着黄河长大水了 特别得意 觉得天下最壮美的东西 都聚集在自己这里了 后来 黄河入海 流到了北海 何伯就遇到了海神 若 见到海的宽广之后 何伯才发现了自己眼光的狭隘 世界的狭小 于是他感叹 无掌见效于大方之家 大方之家 指的是懂得大道理的人 何伯和北海若的这个事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就是看问题的角度高了 用一道观物的角度 那我们对很多事情 就会有新的看法 新的见解 很多人说 读了修水篇之后 深受启发 所以人了解的道理越多 就越感觉到自己知道的少 越是吹嘘自己的人 其实越是不自信 越是智慧不高 这是修水篇给大家讲的这个道理 三 知 道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知人 知书 现在我们了解了庄子的生平 是穷 傲 博 达官 知书以内七篇为主 然后又给大家说了 杂篇的道指和说戒 又说了外篇的马蹄 修水 这些完了 我们得概括 让大家摸清楚 这里边主干的逻辑 所以这就是第三个问题 知 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中国人用的最多的词 大概就是知道 这是我知道了 一般的了解不叫知道 在道家那里 这个道是高大的 深刻的 真正了解道不容易 那怎么知庄子的道呢 如果把庄子的思想 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我们只能改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用两句话 八个字来概括 就是一道观物 与道合一 庄子讲的就这个内容 从道的角度来看世界 然后达到 和道相同的相合一的境界 才能逍遥游 这有点抽象 说再具体一点 我把它概括为十二个字 其万物 其是非 其生死 逍遥游 一 其万物 万物平等 大家都是一个大家庭 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万物平等 万事万物都是我们的朋友 不要老认为人是绝对的中心 你破坏了自然界 最后也就破坏了自己 如果人类毁灭 那只有人类自己毁灭自己 你把自己的生存的家园 都破坏得千疮百孔 那你当然连自己都没有立足之地了 大家非常喜欢道家这种生态哲学的思想 大家万物平等 你当然不去伤害他了 爱花的人都是善良的 为什么 你对他们都有这种感情 你当然对其他失误 也有这种情怀和理念了 二 其是非 什么意思呢 背后两个字叫宽容 第一个 站的角度不同 横看成岭侧成风 第二个 这个世界变化快 你刚说对的时 它就变成错的了 刚说错的时 可能回头就对了 所以你不能够用一个自己的标准 强加给别人 有人说庄子是滑头主义 对错都不做区分 不是的 他只是特别反对这种 什么事都拿一个圣人的标准 来确定对错 这个是 他觉得很反感 甚至说圣人不死 大难不止 你老是把一个标准固定了 大家都非得按你来 公子真不也写了 并没管计吗 大家都按照这个方式来做 把好好的梅花弄得病病洋洋 奇奇怪怪的 你得宽容 我哪怕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也得同意你有把这观点表达出来的权利 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三 其生死 其生死背后的两个字就是达官 庄子的生死观讲得太好 人来源于尘土 富贵于尘土 人都是摒弃而生 来到这个世界干嘛呢 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旅馆 我们在这旅馆住一段时间 你知道会去哪儿 何必要悲伤呢 我最喜欢庄子达官思想的什么呢 杂篇里有《列玉寇》这篇文章 《列玉寇》就是列子 然后讲了这样一件事 庄子快死了 他的学生都在周边围绕着他 然后这学生就说 老师 你这一生过得也不容易 雄困潦倒 您死了 我们大家把你厚葬一下 庄子说 什么 你能厚到什么程度啊 你有没有看到 无以天地为官果 原来那棺材有两层 外边是官 里边是果 日月为连笔 日月这个玉笔可大了去了 星辰为朱姬 万物为姬送 无葬具岂不背邪 给他陪葬的 这不是很全吗 用你们来干嘛 还厚葬 学生说 不是不是 老师你看 我们要是不理你了 把你扔到郊外 那老鹰 秃就 不是把你肉给吃了吗 这多惨 庄子说 你们也不想一想 你把我埋在地底下 那蝼蚁不是照样 把我的肉都吃完了 剩下雷雷白骨 本来我应该是 老鹰嘴里的食物 你抢下来送给蝼蚁 你们这么偏心眼 庄子 讲的就跟笑话一样 但是这个 就是庄子对待生死的 从容的态度 纵有千年铁门剑 终须一个土馒头 谁都拧不过 现在有的连土馒头都没有了 一溜烟 我们就走了 所以知道人这一生 是有节点的 我们才知道 怎么更好地对待现实的 当下的这种生活 所以如果我们用现代语言 对庄子做一个评价 叫什么呢 看透了生活 依然乐观 依然勇敢地前行 你得仔细读庄子的文章 才能发现这一点 很多人认为 庄子消极 一点都不消极 表面上谈的这些 退和死的事 实际上外冷而内热 眼睛是冷的 但是内心却是热的 依然会热爱春天 热爱生命 所以衡量庄子的这个内容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 庄子和惠子那场辩论 我拿的做一个结论 想想看 从逻辑上看 子飞于这场辩论 是惠子胜了 可是从境界上看 却是庄子胜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 绝不可以单纯地用科学 或者逻辑来看待所有的事情 科学逻辑 也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部分内容 甚至可以说 只是一个孤岛 因为我们生活很多的内容 靠的就是像庄子这样的热心肠 我们不仅要用逻辑的 科学的 冷静的 白天的眼睛看世界 还需要用诗意的 温情的 夜晚的眼睛看世界 这样这个世界才能充满情绪 不是吗 如果我们什么事都用逻辑的 科学的角度来看 你想想看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看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看我英如是 胡说 你看青山妩媚可以 青山什么时候看过你也这样 青山又没有感情 如果这样说 我们一个伟大的角度和诗意的诗句 不就已经没有了吗 李白的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就剩下我自己了 云都飞走了 鸟都飞走了 只有这个山 我们俩相看两不厌 我不厌烦他 他也不厌烦你 如果按照逻辑来看 你不是胡说吗 青山厌烦不厌烦你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小孩经常喜欢提这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 总是这样 那我们生活中很多有趣的事情 不就没了吗 这个世界如果通通都是这样刻板的 逻辑的 科学的符号 我们生活的乐趣和境界 有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说 读书不仅是获取知识 更重要的是 在他们的智慧中获得愉悦 庄子的哲学 说白了就是美学 让我们能从中得到 更多审美上的乐趣和诗意的齐句 总结一下 庄子讲了什么 一之人 也就是穷 傲 薄 达官 二之书 那七篇有 人间事 奇物论 养生主 德冲福 大宗师 英帝王 逍遥游 然后我们又讲了 外篇 杂篇 三之道 就是以道观物 其万物 其是非 其生死 以道观物达到的境界是什么 与道合一 逍遥游 大家都有了这样的一种 观察失误的角度 最后达到人生审美 诗意上的自在与逍遥 关于庄子 我们就说这么多 最后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老子也罢 庄子也罢 我们真正的读 会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感受 就像文一多先生说的 水里扔了一个石子 向外边扩展的涟漪 你刚觉得要把握住什么 它又向远处飘去了 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惊叹 无穷无尽的多层的美的感受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订阅 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 给出你的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